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弟弟,我煮蛋做早餐了 要不要煮你的飯? 不用了,我約了車在樓下等 什麼?今早這麼早搭船嗎? 對,長洲多數人客多 不然就早點進去 趕時間了,也要吃早餐 對…船上有早餐買的,走吧 好,那你玩得開心點 再見 再見 伯母,早安 幹什麼?還說要趕船? 故意上來跟我說早安?不用了 走…快去玩得開心點 伯母 伯母,我們不去長洲了 為甚麼? 家人去見雲 又去找?都說是早餐吃早餐 快點進來享受,在現在嗎? 慢點… 不關早餐的事 我今次一起來就很暈 那你不跟我說? 我跟你說了,你一定不讓我去 我打算過一會兒就沒事 你沒事吧,媽咪 怎麼會?剛才你在樓下連直線都哭 還說想吐,不像沒事 來,先顧著 你別吐,很髒了 我哥哥想做新的 不要緊,我沒事,你不用緊張 沒事,剛才你站也站不穩 我就以為你已經上船了,好像… 兒子,還沒上船你就混亂嗎? 兒子,你是不是太害怕搭船了? 我想不是,有機會就是感冒 因為我之前試過會很頭昏 不是,我沒有感冒,沒事 當然是冷親,睡覺就不穿衣服 我睡覺就穿衣服,很多衣服 就行了,先探望她兒子 不用了,我沒有不舒服 我只是頭暈而已 去探望 我幫你 好,謝謝 沒有燒 這樣,先塗油 你的袋子這麼多? 是白寶袋 不要,塗油就沒那麼難頂 你頭暈豈不是更難頂 是不是塗完之後就馬上不暈? 你塗完就知道 我幫你了 好,謝謝你 怎麼約了同學在長洲玩的? 你現在是不是在跟女兒童話玩呢? 是呀,Jazz 我現在頭暈中了 頭暈退汗醫生,醫生在食招 燒燒網腸惡雪,怕須搖退燒 淡了熱,沒發燒 我知道,但是人窮戀中 應該要外套發燒 寶貝,別玩了 頭暈應該很辛苦了 你記不記得人事部的阿Wing 他不是經常這樣嗎? 阿Wing… 那為何阿Wing在那裡 阿Wing在那裡 好像醫生說他是異歲不平衡 異歲不平衡?會不會家人都是? 會不會很難搞的? 也可以很嚴重的 我的阿Wing有時嚴重到 整個星期都無法上班 弟弟,那你快點躺下 你休息一下吧 好… 來… 來… 有沒有好一點? 還暈一點 這樣嗎?不如趴一下 好…你整個人趴著睡 趴著可能會好一點 小心 怎麼樣? 但是他也輸了是不是? 扭他…不要緊 這樣吧… 這樣吧… 這樣好一點 就暈了 反過來吧,先休息一下 頭暈一點 頭暈一點 怎麼樣? 好暈 還暈嗎? 不如把他的腳提高 讓血液比較容易流到頭上 可能會好一點 你給你來嗎? 關什麼事? 試一下也沒壞 對 不用了,麻煩你 麻煩你,我來吧,我來吧 來… 好… 但是這樣最多血流到腰上 那… 那怎麼樣? 那不如最好順一點 一如將他整個人倒立 來吧… 等等… 你做這些事沒用 你不如直接殺了我就算了 歡迎收看醫生與你 今集有我鄭帥文 和鄧志偉醫生 Dr.Tang為大家主持節目 剛才處境劇中 家人未上船就暈船浪 不過又不像是感冒 Dr.Tang 你覺得他似不像是耳水不平衡呢? 只不過這樣 頭暈真是很普遍 是否要同一時間有耳鳴 聽話不清楚 才算得上是耳水不平衡呢? 其實我們的耳袋 是不單止負責幫我們聽話 還可以協助我們身體保持平衡 當內耳的平衡系統出現問題 我們就會覺得天旋地轉的暈發 大家通常都會把這種怨暈的問題 全部都很籠統地說成耳水不平衡 但其實背後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處理方法亦都很不同 如果大家突然間出現頭暈 就一定要看醫生 因為有準確的診斷 才可以配合適合的治療 我們會一連四集 講一下因為內耳平衡系統出現問題 而引起的頭暈症狀 可以怎樣分辨和處理 好,那我先介紹下今集的嘉賓 他們分別是 以備後科專科醫生 張惠子醫生 以及註冊中醫師 古凱倫醫師 歡迎兩位 歡迎 其實頭暈很多人都試過 有時早上沒有吃早餐 血糖低會暈 搭長途車又或者搭船 又會暈車浪、暈船浪 中醫生想問一下 耳水不平衡那種暈 跟剛才所說的那種暈 有沒有甚麼不同 是,瑞文 每個病人來就說 醫生我好暈 我們一定要分清楚 例如有些病人進來 就說,原來是眼前一刻 一聲就掉到地上 我們可能擔心血管原性 腦問題 血壓問題 有些病人 眼睦查查看不清楚 可能是眼的問題 有些病人就说可能头重脚轻 或者是心跳 有时候有电解质 血糖那些有关系 有些人其实觉得自己走歪了 偏歪了 或者好像走在云上 其实可能是肌肉关節的问题 味感的问题 甚至是糖尿去脚那里影响有关系 我们耳鼻喉科讲的 耳水不平衡那类的怨云 其实就是望着一些东西 会动的 它可以是左右动 上下动 打圈圈动 天旋地转 就是我们所说的怨云 这些反而多些跟耳鼻喉科有关 但都未必一定的 脑有问题 血管 爆血管 这些中央性的怨云都可以是这样 张医生 可否和我们由耳朵的结构 和大家解释一下 究竟是什么叫耳水不平衡 或者是耳耳出现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种怨云的感觉呢 好 多多听 其实耳水可以出现在耳朵不同的部分 但是耳水不平衡是说内耳 我们由外耳开始讲起 外耳其实是由耳壳出面 去到耳膜中间这段就叫做外耳 譬如你游水的时候入水 其实去到耳膜已经停了 这些就是水在外耳部分 中耳就由耳膜 去到最后一粒耳骨的地方 小朋友喜欢继水 那继的水就会是中耳的部分 而去到耳耳呢 耳耳更细分为耳窝和前庭部分 耳窝就负责听音 前庭部分就负责平衡 而里面的水其实是相通的 我们称之为淋巴液 平衡的前庭系统里面 再细分为三条管 还有椭圆室和圆室 整体合起来就叫做前庭系统 前庭系统里面的水不平衡 才叫做耳水不平衡 明白了 我们知道这个前庭系统里面 你说过很多淋巴液 液体来的 那我们的头有时走路 或者说话 好像我现在这样移动一下 其实里面那些淋巴液都会移动 那这些淋巴液的移动 又怎样可以帮助我们 去保持身体平衡呢 那刚才我说的两个膝 三条管 两个膝其实就主要负责 身体的移动 头的relative movement 比如你向前走向后 头没有移动的 我们知道移动 三条管就是 你的头真的在移动了 打側移动 上下这样移动 另一个头 我们detect到身体里面 头是这样移动 两边的平衡系统 一起将信号 发放给大脑 这样才能够知道 我们身体的地方 而负责我们的平衡 那还有没有其他身体的部分 都帮手在这个平衡 即是出过力的呢 当然有了 刚才说的由大脑 小脑 脊水 肌肉 关节 眼睛 耳致耳朵 全部一起working 全部一起合作 才能够有一个好的平衡系统 明白 是的 Dr. Tank 其实节目一开始 你也有提到 大家都会将怨云归类为耳水不平衡 但背后的原因就很不同 未必真的耳水出问题 那怎样分辨它呢 不用这么心急 我们刚才也解释了 怨云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内耳的潜庭系统出现问题 不如我们问一下张医生 请他解释一下 在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的潜庭系统会出现问题的呢 是的 以鼻猴科来说 其实最常见一定是耳石而毁的 说到百分之十的老人家 都有这个问题的 其他我们还有 比如潜庭系统的神经线发炎 也都有迷你意识综合症 即是俗称的耳水不平衡 还有一些我们新生发现的 叫做偏头痛的 云原性的偏头痛 这些都是常见以鼻猴科的怨云 不如我们再讲一讲 那些耳石仪位的耳石在哪里 还有潜庭发炎又是哪个位置 好 其实我们刚才看过了 内耳来说 我们分了耳窝的部分和潜庭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 整个潜庭任何一个部分有发炎 甚至是潜庭的神经线发炎 我们都会叫做潜庭发炎 而潜庭我们有两个室 三条管 正常的耳石会在室里面 负责头移动的时候 给一些重量的无小细胞 它就知道我们的头怎么移动 但是如果它走了去半规管那里 它就会影响相对移动的淋巴翼 而令到人的头移动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头昏了 刚才你以上讲的几种情况 其实都会令到患者突然间 有这个圆魂的感觉 究竟临床上又怎样分 究竟是哪一种病症引起圆魂 是的 临床上其实最容易分就是时间性 说的耳石仪位 其实通常维持在几秒钟 以至一分钟以内 通常如果是耳水不平衡 耳事纵合症的话 通常就是由20分钟 去到12个小时不等 云原性偏头痛 就由5分钟 去到3天都可以的 而最后讲到那个神经涉发炎 就讲几天几夜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其他伴随的症状 例如你的头有没有移动 有没有耳鸣 有没有耳障等等的问题 都可以相关的 好 谢谢 我们西医通常都会用我们的结构 生理和一些病理的情况去断症 想问一问古医师 中医方面又如何去看圆魂这一件事呢 好 圆魂其实在中医学 是归女做内科的 基本上在内科里面 圆魂我可以分开两部分 圆其实是从木至旁 大概意思就好像看东西回眼花花 严重点的病人就会觉得 好像有些坐船 坐车 运船浪的感觉 再严重点的状况下 有些病人甚至会出现一些耳鸣 听力下降 甚至乎暈到直接站不起身 整个躺下都有的 这样的状况下 中医一般就会归类做内科的圆魂 但同时我们也会排除几个病 可能一般是感冒 颈椎病 苦方的问题 甚至乎严重点的脑癌 都有机会跟这些圆魂 撈亂 一般而言 刚才所说到的圆魂 我们就会归类到中医内科的 耳圆魂的范畴里面 主要的病因就有风 火 痰 虚 四种 至于虚症里面 我们也有特别以五座六虎里面的皮 和肾为主 不好意思 中医如何为以怨魂的病人断症 我们中医如果断症的话 无非用到望闻问切 四诊合测 接着透过我们收到的讯息 就找到究竟怨魂 究竟病因是什么 究竟发病的基礼是怎样 从而断定不同的阵营 我们才辨证施治 一般来说 我们有两大阵营是比较常见的 第一类型就叫谭逐中左 第二类型我们叫做神虚 或者叫随海不足 前者简单点这样说 多数就是脾胃差的病人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觉得恶心呕吐 很多痰 而后者就多数可能是年老的 可能身体比较虚弱 都会出现一些神虚头昏的症状 有什么人可能特别 除了你说年纪之外 有没有生活或者饮食习惯 特别会有出现 谭逐中左或者神虚的情况 刚才讲到谭逐中左 其实这一类的阵营 多数都是年龄方面 就没什么限制 但多数那类人 本身脾胃就比较差点 可能容易吃完东西 饱饱饱饱饱 大便比较躺舌 平时都比较多谭的 这一类的病人 整体出来的状况 就会有些恶心 甚至会有些心惊惊的症状 至于神虚 就多数是建于一些老人家 甚至一些多种慢性病的病人 比较身体虚一些都会出现的 这类的病人 除了一般外讲的元云 可能他还会有很多投诉 就是说腰有酸 膝头肝没有力 整体出来 比较外中医的感觉 精神都会差点 精神比较萎味的 就会属于后者 想问一下张医生 在西医来说 除了病症之外 还有什么检查 可以帮助患上元云的患者呢 对于元云的病者 三大重点 问症 问症和问症 基本上所有的怨云 你问完病历之后 你大概都知道它发生什么事 是什么病的了 之后的检查 其实是如果你问症 觉得它有某一方面的不妥 身体检查可以帮我们 确定我们的怀疑 另外就是你做的检查 可以排除其他东西的 例如有一样很重要的 就是你突然间觉得 怨云得很厉害 头痛 颈痛 我们必须要马上去急症室 因为譬如急性中风 特别是后脑中风 颈动物撕裂 这些都可以突发性的怨云 还有有颈痛 头痛的情况 我们要做电脑掃描 去排除这个情况 另外就是 譬如如果有病人 是同时间有 云源之余 那些神经线或者听力有问题 头痛得厉害 有一个病 就是我们说的 第八条的神经线 出现了一个肿瘤 虽然它是良性肿瘤 我们都要做一个 磁力共振去分辨 其他方面 就包括是厌血 其实主要都是排除 一些内科的问题 电解析的问题 另外还有些很特别的病人 我们特别想和他做手术 或者是他 特别难处理的 愈民性问题 耳鼻瘤的问题 我们确诊都需要做一些 譬如听力检查 或者是特别的 平衡系统检查 有很多时候 例如云的时候 有些人会呕 但有些又未必会的 那两者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导致云和呕会同时出现 云和呕其实是兄弟 你云的时候 大脑反射 自然就很想呕 那这个其实是相关 但并无指标性的 你不是说我云 吐就代表我特别是什么病的 所以其实就不用太担心的 不要嫌我们长气 如果真的突然间出现 头晕 好头痛 真的立即要去看医生 看清楚是什么问题 我们今集说了几个 会令人突然间出现 天旋地转的可能原因 接着那几集 我们会逐个病症去介绍 他们的成因 诊断和治疗方案 下一集我们会先介绍 比较常见的以石仪位 和前庭发炎 记得留意 接着来就是 医食同源的环节 一起看看 今次有什么食疗好介绍 中国自古有 医食同源的概念 而现代营养学 也着重食物成分 和身体的关系 所谓人如其食 养生是需要自慰 小门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 这个时候气温渐渐升高 外界的环境门热潮湿 中医的角度就称为外湿 湿有外湿内湿之分 内湿是指皮靴 令到水湿内停体内 外湿内湿两者之间 可以互相影响 在小门这个气质 脾胃虚弱 湿热体质的人士 就最容易感到不舒服了 也是因为气温升高 就会令人想喝冬饮 吃雪糕 关闭的饮食 就容易损伤脾胃 可以导致腹痛 腹射等等的情况 所以在小门的阳身重点 应该放在健脾去湿 脾主运化 脾胃功能好 就能够混化水液 令到多余的水湿排出体外 在饮食方面 首先可以避免饮冻饮 同时饮食 可以以清淡健脾去湿为主 可以适量食用一些斗类的食物 例如白扁斗 尺小豆 耳米等等 因为大部分的斗类都有去湿的作用 以下为大家介绍一款健脾去湿 正质平和的汤水 云灵白淑健脾汤 当中白扁斗 有健脾化湿消暑的功效 制作的方法很简单 首先把材料洗净 瘦肉先出水 然后大火煮沸后转小火 再煮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这款汤水适合湿气虫 唧虚体质的人士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如果有任何疑问 可以先咨询注册中医师的意见 豆类是丰富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 亦是身体细胞的原材料 可以帮助组织修复和合成肌肉 卫生署建议成年人 每人每日进食大约5-8份的 鱼、肉、蛋等高蛋白质的食物 至于植物性蛋白质方面 豆类半碗的熟豆 就可以当作一份的蛋白质 相当于1盎司的瘦肉 所以豆类来说 对于素食者 就是十分好的蛋白质来源 豆类含有丰富的水溶性腺食纤维 可以在长度帮助吸收水分 软化我们的大便 和促进长度健康 除此之外 水溶性腺食纤维 都可以帮助降低血液内的 胆固醇水平和平稳血糖 以每100克的熟豆去计算 大约剪食纤维含量已经有8克 相当于日常涉取量的大约3成 黄豆 或者我们叫做大豆 里面有一种叫二黄酮的植物性化合物 它有抗氧化的功能 可以减低对心血管的伤害 由于二黄酮的发酷结构和人体的刺激素很相近 而今年期期间 女性的刺激素水平也会下降 所以大豆里面的二黄酮 可以帮助舒缓女性今年期的症状 例如潮热 心烦 抑鬱等等 亦都可以减低患上乳癌的风险 由于豆类属于高发酵性的碳水化合物 即是我们叫做高科MAP的食物 如果个别人士吃完豆类之后 出现肚痛 胃脏 或者有胃气的情况 有机会是有 腸耳激综合症的精少 可以先咨询了腸胃科医生 或者注册营养师的意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